原本在台北车站后站的东线小叮当火车头 经过吉安相公所争取规划运到甘城火车站旁边的樱花公园 未来要结合一旁的铁路 标示出列车经过时间 推出时段性打卡活动 让游客可以捕捉新旧车厢的交汇景象 也打造吉安新的观光亮点 东线小叮当火车头有圆圆的车头 蓝白相间的车体 曾经行驶在头城花莲光复玉里关山台东访辽区间 早期是花东县窄轨时代的柴油客车 后来报备退役 在吉安厢长游淑珍的积极争取之后 近日是一致到了甘城村火车站 吉安厢长游淑珍表示 为了活化甘城车站周边 向台铁申请同意作为观光行销使用 我们从本来的需求从五区光号 区间车志强号报废的火车 一直到延伸到我们的东线小叮当 所以我们进来的车厢 跟我们原始的这个樱花的公园的车厢的 这个想法有一点不同 因为东线小叮当它有历史的这个意义嘛 所以我们这是要考量把它整个彩绘成樱花 而车厢就不一定要如我们原来的预算的 预想设计的那个质感走 那我现在就要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做考量 因为它里面的东线小叮当 如果它是展现了原来的历史的 那个设备的设计跟原创的原来的这样的内容的话 那保存的意义就可能更需要我们去做 可是据说这个里面的内装是已经被改变过 变成是游客可以上去做一些这个乘坐拍照 吃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内装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能会依照这些改变 再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更 更怎样的来活化它 不过我觉得台北市的这个瓶颈问题 未来也是我们必须要去做克服 甚至要去做一个围管上面的要求的 因为新北市提到的就是 它里面会成为游民或者是一些问题之深的 这个车厢内嘛 所以我们可能在我们还没有用到很好的微管内容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先开放或不开放的内容 因此规划要在车站旁边的樱花公园 放置一辆报废火车头 刚好相公所听闻台北市政府要报废东线小叮当火车头 极力争取下无偿提供 让曾经在东部行驶的火车终于能够重返花莲 未来也希望在火车头经过整理之后 能够在农历过年时开放 不但能够搭配行驶中的列车 还有樱花绽放成为新打卡景点 记者林杰箱采访报道